中共十八大使总书记胡锦涛公开提出腐败亡党危机 许多媒体与学者持续议论中国社会矛盾 预测中共垮台走向 八年前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社论 至今引发一亿两千多万民众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大纪元时报全球总编辑郭军受访时说 这股中国民众自决力量认清中共十三年来迫害法轮功的罪恶 是稳定中国的希望 发行全球满八年的九评共产党社论 英文版中文正体字简体字版在桌上并沉 大纪元时报全球总编辑郭军 针对社论引发上亿中国民众 在中共执政下声明退出党团队 他说 退党的意义并不是你们想象的 我们要发起一个什么运动啊 或者在场上里做一个什么诉求啊 我们的意义不在于此 我们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平台给中国民众 他来在这个地方来能够对天发誓 能够自己对良心发誓 共产党员的入党 很多都是为了为了民为了利益为了一个 他很多是一个违心的行动 但是这个行动他是真实的 真实的行动 他就有真实的能量 就有真实的力量 翻开九评共产党 全书包括凭共产党是什么 凭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等等 书中写道 对真善忍的镇压 给中共棺材盯上了最后一颗钉子 近来国际聚焦矛盾激深的中国社会 热议中共腐败缠身后的亡党走向 郭军指出反对中共迫害善良的退党民众 以形成中国希望与安定的力量 所以因为腐败 很多人不愿意中共垮胎 因为他有既得利益 所以就是说他还希望继续腐败下去 那么真正能够让民众觉醒 看到中共的这个最直接最触动人心的 让中共亡党的还是 我认为还是法轮功委员会 这些有道德的人 他会维持在如果中共垮台了 他能够维持中国社会的平稳 能够维持在中国大地产生新的持续 迅速恢复新的持续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 和看到希望所在的原因 引发上亿退党潮的九平共产党 已在全球发行33个语种 郭军表示认清中共 不仅是中国民众的重要抉择 也是世界各国在利益与道德之间的考验 邢唐人亚特殿氏 卢天长陈珍 台湾台北报道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